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时也抛轰说 尊重少数难道变成了服从少数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欢迎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 廖天威博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就是今天赖金德 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 在就职演说上 他提到了中华民国9次 中华民国台湾三次 而讲到台湾84次 那国际上最关注的 当然就是520之后 赖金德的两岸路线 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他的就职演说 到底有没有释出善意呢 好 首先他提到 我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宪政的体制 来肩负带领国家 这样的说法能够代表 他会遵守一中宪法吗 另外他提到 希望大陆能够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以对话来取代对抗 那么另外他提到 比较实质和两岸要交流 有关系的部分 他讲到的是 可以先从重启观光旅游 还有学卫生来台就学 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融 所以这也是否代表 他愿意让两岸能够重启 对话交流呢 好了 看起来好像 他似乎是有意要和对方来往 但是真的有办法达到 这样一个效果吗 我们看到马办的消息 曾马上跳出来炮轰了 赖清德的旧职言说 里面提到 这个演讲里面直接表明 台湾也可以是国家的名称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视为是外国 根本就是新两国论 而且更没有提到了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形同是赤裸裸在挑衅 已经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了 好 先前习近平和马英九 第二次的马锡会时 曾经表达说 两岸投属中华民族 应该互相合作 共同振兴中华 那今天赖清德既然说 他也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共融 为什么他不能够直接说出 两岸投属中华民族 两岸共融才有和平的未来呢 立文怎么看 其实今天我看了赖清德的 这个就职演说 我是非常的失望 本来就没有很多的期待 但他比我没有期待 还秀了下线 给我的整体的感觉 就是赖清德没有人才 酷也没有智囊 连个潜持措施 就感觉上就是 连中学生的水准差不多 连作文都做得不好 我的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看了 我都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的糟糕呢 连民进党过去 不管是陈水扁时期 或是蔡英文时期 他起码还以文青 就是这个文藻丰富 非常感人 连这一点都没有了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枯燥乏味 整篇给我的感觉 就是赖清德不像是一个 新上任的总统 他比较像是我们在立法院 看到的行政院长的 一个施政报告 那行政院长施政报告 基本上就是行礼如遗 讲一些非常就是 很干燥的话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诚意 内容就是一直的跳针 非常的空洞 那基本上我觉得 我今天看起来就是如此 因为在大格局方面 他基本上就是延续了 蔡英文的没有任何的意外 甚至于讲的那个语气 还更像是以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刚刚这个我们听到的 马半说的新两国论 没有错 他说 有的人觉得我们的国民 叫中华民国 有的人觉得我们的国民 叫中华民国台湾 有人觉得我们的国民 叫台湾 这是什么东西 你是名嘴吗 还是路人讲 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你就觉得国民都可以 无所谓 你觉得是中华民国也好 你觉得中华民国台湾也好 你觉得台湾也很好 反正我们就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那其实 大家知道你心里面 是什么想的嘛 所以就是我说的 你并没有展现一个 对于中华民国宪法 效忠的诚意没有 你在总统选举就不久前 你说中华民国宪法 是一个灾难 你如今已经要上任了 就这句话 你不但在修辞上面 在你在行动上面 都没有展现一个 让大家觉得你的诚意 没有 你就是利用中华民国宪法 如此而已 下面包藏的 就是你长期来的 这种台独的信仰 那这中间就反映出了 台独是矛盾的 就反映出了 台独是不现实的 反映出了台独 不管你民进党再怎么执政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们就是自嗨自爽 但问题是 台湾要对此付出很多很多 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那为什么我说 它像是一个行政院长的 实证报告呢 好 就在两岸的部分 就这样子交代完毕了以后 开始讲了非常多内政的部分 然后讲了系数了一些内政 他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感觉上就是一个行政院长 我没有感觉到新的气象 也没有感觉到国际情势 在重大考验的时候 整个的国际氛围非常不同的这个时刻 我们的领航人是什么 好 譬如说我们隔壁的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有新的总理上台 黄勋才 你看人家讲话讲得多直白 讲得多清楚 国家定位 对中 对美的关系 新加坡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里面 我们站稳的是什么样的脚步 国家方向非常清楚 但赖清德没有 国家方向 好 你们不用担心 反正我就跟蔡英文一样 讲完了 好 只是语气上让你们觉得说 我还有那么一丝丝 一丝丝台独青孙的感觉 就这样子 台独人士也就自嗨 这样他们就满意了 好 那也就算了 也不需要真的台独了嘛 对不对 反正呢 重点是有掌权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整个这个就职的典礼 我看了 感觉上好像是看到一个中学的校庆 那让我就感受很深刻啦 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 大家都说那是中国大国崛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 在北京奥运之后 其他国家不用办奥运了 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高的规格 怎么跟他比呢 好 下一个办奥运的叫做伦敦 那英国的伦敦奥运办的也不逊色 不跟你比规格大 不跟你比规模大 但是呢 我有一个老牌国家表演的一定的一种水平 他展现出来了 然后还自己优自己的磨 大家就觉得说 伦敦奥运办的也有他自己不同的风格 也被大家赞赏 那台湾呢 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跟中国大陆比规格 对不对 比说多么的宏大 人多 不可能 但你起码也要有一个 也要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高度嘛 我看了半天就觉得 就是一个中学的校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赖清德在此时刻 在他今天就职之前 立法院刚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冲突跟流血的对立 而且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就在他今天就职之后的明天 续战 那所以你今天赖清德 你说要团结 他今天的演讲里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 他就说我们要团结 为什么要团结 因为对岸中共一直对我们进行统战跟分化 换句话说 你今天不听赖清德的 不支持赖清德 就是你是中共同路人嘛 不就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次他今天总统就职演说非常严重的败笔 而且有要严重的抗议 因为你还没有团结呢 你就把在国内跟你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先扣了红帽子了 今天不团结就是因为被老共统战分化了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这个就没有要团结的意思 你这个就没有要释出善意的意思 在国会是如此 在你的就职演说也是如此 那所以呢 你有看到赖清德在他就职之前 跟就职的演说释出了什么橄榄枝啊 释出了什么诚意啊 通通都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报纸像联合报这种 也不要总统府发什么新闻 你就发什么新闻稿啦 就在今天赖清德还没有讲就职演说之前 就按照总统府的通稿说 会释出善意了 会两岸和平了 结果呢 里面根本就没有嘛 你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 你要先自己看了判断 他这个算不算是善意嘛 而不是帮忙带风向嘛 那你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就如同我在大选结束之后 我一直讲的 他一定是战狼 在立法院一定是战 然后我看我能不能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如果战赢了 因为我所谓的少数 我也不过差一两票而已嘛 我没有差太多啊 打起架来是势均力敌 我不一定打输啊 所以明天 关键在于 礼拜五没有通过 就已经是 有一点歹系脱棚了啦 明天要表决的事项 一定要通过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那岂不是就民进党打赢了吗 所以民进党在这个战术的战场上面 绝对不可以让他可以过关 那不然以后国会的多数就是假的了 民进党就是他赢的时候是数人头 当他是少数的时候就是打破头 所以不要对他有这种幻想 但是你蓝营的战术战略 你要想清楚 你连今天要不要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立法委员也有一个人去了 他也有他的说法 六都市长也有三都的市长 去了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说法 主席没有去 那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去或不去 你就是要给你的选民 给这个社会一个说法 一个论述嘛 也不要像柯文哲那样 你要去就去了 那记者在围的时候 你就好好地停下来 告诉大家 我今天为什么来 黄国昌为什么没来 那记者围着他又不讲话 然后就去了 我觉得这在野党这样的党主席 是通通不合格的 去或不去给一个说法 对于赖清德 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就职演说 给一个说法嘛 他们在国会里头的这种挑衅跟暴力 也要有不只有个说法 你还要有一个动作 不能够只是让我们的党团 就在那边当人肉沙包一样 跟人家那边打 在立法院第一线 他是每一个每一个战役 战术上面的输赢 可是你大的战略上 是你党中央 你的高层 对于国民党未来这四年 如何能够取代赖清德 你要有说法 你要有做法 你要有不误局 你不能什么都这么地被动 然后甚至于人家 就职典礼都办完了 你到现在也没有了一个 好好的一个说法 那到底未来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区隔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啦 赖清德他觉得 我就不出言挑衅 对不对 我不像以前 然后呢 我就好像一副 他扮白脸的样子 黑脸就让我的国会 去跟你们打 去跟你们凶 然后呢 你看看人家第一天打架 就马上绕人来啊 就绕好心来啊 他说你们绕人叫做黑帮 那你还以为 他就跟你玩文的吗 他才是像黑帮一样 马上第一天就绕人来啊 明天赛嘛 赶快也绕人嘛 所以 这个在野党要硬起来 那我觉得接下来 这四年 很可能是永无宁日啊 所以缺团结就喊团结 那喊了团结 是不是就不用真团结了呢 就像今天赖金德 在520的就职演书上 他提到希望两岸 用对话来取代对抗 那是不是话讲完了 就不用真的来跟两岸之间 不用跟对岸来对话了呢 好 我们看到他是不是 真的有心想要对话 两岸他说 可以从先从重启 双边的观光旅游开始 还有这个陆生来台湾 开始做起 一起来追求 所谓的和平共融 那么学者赵春山就表示 过去两岸交流 都是有海机会来扮演桥梁 那马政府时代呢 也是海机会海协会 来先交流嘛 在最后升高到 两岸事务部门的对话 最后才是领导人的交流 那赖金德现在是让 曾文灿来担任了 海机会的董作 而陆委会主委秋锤正呢 对大陆也是呢 有实务交流的经验 那么现在赖金德 抛出了希望从开放观光 还有开放陆生 作为两岸重启交流的 一个起点 那他这么说了以后 两岸真的就有望 能够重启对话了吗 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 大交流的时代吗 廖博士怎么样来判断 赖金德是一位 个人政治色彩 非常鲜明的政治人物 那他的副手 萧美琴 其实过去也被封为 所谓的战猫 所以这两位加在一起 我看战力是十足 可能还爆表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 中华民国的政府元首 今天又刚好是520就职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就职大典上 他的520就职演说 就赖金德来看 应该是未来四年的 施政蓝图 可能不仅是对台湾 对美国 对中国大陆 对世界都是一个宣誓 跟宣告 可是我们今天看见 就职大典 有点像是一个亲民大典 国家元首要做到亲民 可以在其他场合 去展现亲民 那我们的政府总统 在台上宰歌宰舞 这个可能并不是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他可能要对 他所谓强调的遵守 蔡英文任内的四项坚持 他说要继续的延续 然后延续蔡英文的色彩 但我个人来看 可能性相对是低的 未来四年 我们可能要把位子坐好 要把安全带系好 可能还要把钢盔带好 因为未来四年 可能是国内跟国外 都相对动荡的一年 因为蔡英文的四项坚持 其实没有坚持 他坚持的可能 只有坚决对抗 坚持到底 可能并不是国家社会 人民之福 所以人民希望的 就是和平 就是交流 就是善意 就是互动 这对全国人民 对社会大众都是有福的 但是我们看 今年的动两14金门事件 舍弃了民间的善意的沟通 而一定要让官方介入 去强力地让事件 逼上了一个高点 然后双方都没有办法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危机处理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见 当时的赖清德副总统 在这个事件上 释出了什么善意 或者有什么宣誓 那更不要提他今天所讲的 以对话取代对抗 的确从他历来的讲话 甚至在今天的这个520就职演说里面 好像也没有在这个框架上 去填充 去充实什么内容 我想未来在政策上 微调的可能性也很低了 因为在520的就职演说 我想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世界 可能对赖政府都已经定性定调了 所以他未来的 除非他大幅地去扭转 他的施政的蓝图跟内涵 取得包括国内 跟世界各国的信任 要不然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我倒建议他应该从国内 好好的下手 因为我们内政上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高教 包括两岸带来的教育的问题 包括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率攀高 房市的低档 这些都是首要的问题 还有就是明天 要在立法院上演的 国会改革 五个法案的这个争夺战 那么在国际上来看 除了两岸关系 现在是持续的兵凶战危以外 中共不断地绕台绕台 围堵 禁逼 甚至像捆绑式的 一层一层施压 在未来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赖政府除非大破大力 取得包括国内 还有国际之间的信任 要不然他的施政我想是非常难有所开展的 所以讲了要对话 但是真的对话得起来吗 好 赖清德在就职演说的开头 清楚点出他会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来带领国家勇往前进 但是注意他没有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好 赖清德在520之前 借由不同的管道就透露说 他会放弃台独的诉求 虽然今天呢 他是直接表明会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可是因为他没有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也没有提到两岸投属中华民族 萧绪曾就认为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的国名是中华民国 而赖清德却说台湾也可以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过去中华民国的总统 虽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也是以大陆地区来称呼对岸 但现在赖清德却把但形容成是一个 大陆是一个互不隶属的 是一个国家 那是不是很明显的已经违反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呢 那么赖清德今天的演说的内容 真的能够让大陆感受到善意吗 真的有办法重启对话交流吗 预防委员怎么看 我先这样讲 我认为赖清德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认为蔡英文是阴柔 他个性看起来有点不是很开朗的一面 但是他在这里头有柔和的部分 就有些地方他会愿意忍下来 那我觉得赖清德是阴刚 因为赖清德个性里面 你看也是有点忧郁 有点暗郁的那一面 可是他这里面他有刚 所以他跟蔡英文有一样的地方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一个柔一个是很刚的 他们的目标目的可能是一样 但是那个做法上所呈现的给人家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你认为说两岸未来关系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是真的是非常怀疑 也就是说你今天作为一个 他还有一个特质 我觉得演讲里面我没有看到谦虚 因为他要谦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今天他是40%人支持出来的 如果今天是在欧洲国家 你知道二次大战之后 全世界大概90%的新兴的国家 都是走内阁制 走总统制的国家是非常少的 那你今天你只有代表40%的民意 其实国民党加民众党是应该要阻隔的 应该要阻隔的 如果在一个内阁制的国家的话 所以你赖清德是有谦虚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面 他对在欧洲党是没有任何谦虚的 我认为那个打架跟他的讲话其实有关了 他在上个礼拜跟民进党立委吃饭的时候 他讲要反手为公 就要化手为公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讯号 对不对 你第一个你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鼓励你们向前冲 对国民党来讲 这是某一种程度就是给你们挑战 我丢白手套凯给你吗 丢第一场看你敢敢接吗 我们来斗一下看看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就是不够谦虚 就是说你在这个 其实在这个国内的这里面 两岸先不讲 你其实要表现对在野党的尊重谦虚 希望跟在野党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共同为了国阵 这里面完全没有着目 那现在讲到两岸关系 就是说我觉得他不讲九欧公事 是预见的 他们不会接受九欧公事 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 我想他既然没有提 以后大概也会尽量不采用 你存在 就像中华民估 你存在你把你供在那里 但是我是不听你那一套的 不会根据你的内容来执行 那下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 你这个都不要进 因为你每个党都在意识形态 可是你自己希望跟中国大陆 能够改善关系 跟两岸共同为世界和平来努力 这样子 那我就要告诉你 你用什么事情来改善关系 你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两岸关系条例 你要拿什么东西去取代九欧公事 你要讲得出来 你讲不出来 百分之就是你持穷 然后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才华 或者是立文讲你就没有足够的班底 就是你既然敢不要 那你要拿个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 你拿不住更好的东西可以取代九欧公事 取代两岸关系条例 那你怎么办 你告诉我你怎么办 那这两岸之间不可能改善 虽然我们也不期待说 你有那么高的智慧 可以去解决 毕竟台独的阴影始终是在你心中 你不容易去得掉了 所以我认为 他最后讲了一件事 我比较有点意见的就是说 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这句话他是不应该讲了 你说我们难以对台湾两制会不会有反感 其实一点反感都没有 我们常常讲台湾人讲台湾话 虽然对我们客家来讲 台湾话是怎么样 是闽南话 台湾话是原住民讲的话 才是真正台湾话 如果讲台湾这个土地上讲的话 那就不要包括国瑜 包括客家话 包括闽南话 台湾讲福州话的也不少在台湾 讲广东话的人白话白话 那也不少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排斥别人 可是你讲这句话 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其实不好 因为我们国民 尤其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又刚登基的第一天 你应该讲的是 中华民国是我们国家的名称 对不对 那台湾是代表我们居住的地方 还有我们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两千三百万人民 你这样讲会比较的圆满 你这种说法就是台独的 你认为这样讲 就让台独再往前跨一步 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就这样子 那中华民国呢 也是国家名称 那中华民国跟台湾 以官方的立场上来讲 你要怎么去界定他 尤其在对国内来讲 你要怎么去界定他 魏接呢 两个名字不可能魏接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尤其澎湖人 尤其金门人跟马祖人他怎么讲 你台湾 请问你有没有包括我们的澎湖 你台湾有没有包括绿岛 你台湾有没有包括金门 有没有包括马祖 我们在金门马祖 你们两次台湾危机 我们受尽了苦楚 替捍卫你们台湾 现在你们就讲台湾 然后你把我们排斥开了 我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 所以这个是 这些问题都会存在了 至于两岸 我没有什么奢望 我没有对蔡清德 我连一丝丝的期望都没有 两岸是不可能解决 第一个 民进党不可能放弃台独的党纲 不可能放弃台独的那种思想 所以两岸之间 他不会有任何的主动 也不会有明白的善意 第二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 在现在的国际体系之下 在美国的操控之下 你们两岸关系是不可能有所改善的 因为这种改善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好 所以我们听到赖清德的旧纸演说 在两岸论述上 他说希望大陆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但是在20分钟的演说里面 没有提到大陆最在意的九二共识 也没有回应任何所谓中华民族的论述 也没有像预防员讲的有提出任何一个东西 能够拿来作为取代 不少台商认为两岸不管在观光旅游 学术交流上其实已经束缚很久了 对于两岸之间长年累月的这个警呼咒 大家都希望能够能够在此时 是不是能够松绑一些为两岸经贸合作交流 创造一个契机 虽然说大陆的商务部在520之前 对台湾的巨甲权产品展开了一个反倾销的调查 不过是把台湾跟美日欧的企业一拦子并列在一起 被认为是大陆面对欧美的一个围堵 用经贸的手段来表达不满 没有针对台湾 可是也没有给任何的特殊待遇 面对大陆可能不再会对台湾有任何的经贸让利 恐怕是赖清德上周必须要去面对 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吗 而习近平说这个两岸是一家人 就没有什么不能谈 赖清德如果能够善意地来回应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是否才是让两岸能够避战最好的一种做法呢 费文怎么看 听到刚才三位讲的 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赖清德讲得不好 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赖清德当行政长第一次在立法院总咨询的时候讲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室大家都昏了 那相对于那句话 发现今天好像讲得也没有很坏了 我们来这样子看 刚才在聊天的时候 赖清德发20分钟的讲话 当他讲说两岸互不隶属的时候 我们的股市的反应是什么 咚 下跌 后来他文字里面又提到了很多次中华民国 我去翻了一下 那个八年前 蔡英文的第一次讲话的时候 他的中华民国的次数 没有赖清德讲的次数多 还有赖清德还讲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等等 这个所以我们两个比较 预防看来 两岸会不会回到蛮有时代的弄容景 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是不会了 是不会回到 这个因为 因为他就是民进党 不是国民党 长期我们来看 民进党老是骂国民党 说你不爱台湾 国民党会讲 民进党说你在搞台独 这个在台湾我是觉得如果为台湾好 应该是好好的处理两岸的关系 为台湾好 不管是谁执政 执政长跟在野长 大家都不要互相戴帽子 我是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很多中间选民 想要看到的 但是可不可能呢 就要看赖清德 从今天开始他就任了 就任总统中华民国最有权力的人 他如何来处理两岸的纷争 他如何来调和 这个执政长跟在野长之间的矛盾 对台湾老百姓其实现在很卑微的 台湾老百姓讲说 两岸只要不打仗就好了 台湾的内政只要不贪污就好了 我们很卑微 我们只要了这东西 现在老百姓还有一个卑微的要求 就是希望我们有合理的电价 你看这个要求的多多么卑微 这三件事情平常讲做好 政府有没有能 我倒觉得都无所谓 台湾的经济发展 并不是靠政府 是靠一群勤奋的人 这群勤奋的人 你只要不要去阻挡他 你不要去让他让他绑守绑下 他会替台湾打出天下来的 我们再看两岸的两岸的关系 可能再回到马英九那个时代 我觉得很难 像两岸的贸易现在逐年的在 民党这八年执政 它逐年跟大陆的贸易慢慢的在减少 我们再看马英九时代的这个 ACFA就是早收清单 早收清单创造两岸的 很高的这个经贸的数量 当然台湾都赚到很多钱 我们两三年前 每年的顺差都超过千亿美金 我们从中国大陆光税 光税的ACFA就是税的减让 我们一年的税是至少可以 少付十亿美金的这个关税 十亿美金的关税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的货相对比 别的地方有竞争力 我可以多卖好几百亿的产品 到中国大陆去 我们讲的都是美金 所以两岸的关系 到底要朝哪个方向来看 今天开始 至少这四年就是赖清德的时代 台湾人民要好 台湾人民要过得免于战争的恐惧 就看赖清德你下一步怎么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国家 上周五 朝野为了国会改革法案 立法院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预计明天要继续再战 但是让很多人看傻眼的是 在表决的过程当中 当时钟嘉宾一个剑步跳上去 就爆摔陈金辉 陈金辉今天下午已经到台北地检署 正式提告钟嘉宾伤爱罪性骚扰 而昨天钟嘉宾他还跑去出席了 屏东大学毕业典礼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我后来打完架之后 去挂急诊的时候 医师说幸好我有练过 否则会更严重 面对这么混乱的时代 要随时练好身体 独善其身 奸善天下 什么意思 要大家练好身体以后 跟你一样到国会去 把这个女立委抱起来摔吗 好啦 那么结果当天呢 也发生了一个这个网路上的 这个不晓得应该怎么讲 因为范逸晨看到了这个场面 显然他应该就是有所意见啦 所以他在FB上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说意见不同就扑下去喔 哇大啊 好 他只不过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而已啊 结果呢 惨遭绿营的网军出征啊 非常的惨烈啊 好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事实上整个这个 这个在我们看到这个国会 改革法案那个表决过程当中 怎么会闹成这样一个程度呢 还包括了沈柏阳 他说他摔倒了 当时大家都看到了画面 确实他是摔了下去 可是呢 大家也都有听到 当时其实是王定宇委员 他呢 大喊说 踩着我们的背进去啊 所以呢 他是这样子踩 大家被闯到了前面去的时候 那你说踩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 别人还要把你好好的扶下来吗 那当然呢 一个晃动的过程当中把人给摔了 那当然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 可是沈柏阳怎么说呢 他说蓝营是拉人杀人未遂 他说我的伤势虽然没有很严重 可是就是跟开枪杀人是一样的 你踩着别人的背跟头跑进去之后摔倒了 然后你说人家是开枪杀人 这个比喻真的有合理吗 好啦 那么事实上晚上我们就看到了 一大堆学生跑去包围了立法院了 是不是要复刻太阳花呢 那么当中有一个人被大家起底 这个人呢 他呢 在过去啊 这个带头的人呢 他呢 曾经是每个月花16K去买毒品的一个政治网红啊 所以这个人 这一回呢 又重出江湖了 网友就说 哦 是不是看到了020万 现在又想要来冲锋宪政了吗 好啦 我们看到当天其实沈不央是在王定理的教唆之下 从主席台的后方冲进去嘛 后来当然就是摔倒了之后就说这个叫做杀人未遂 但是王宏伟也发现沈不央的身上其实穿了这个假衣哦 其实呢 他是有东西可以保护他的身体的 如果他到时候是摔在别人的头上 恐怕反而是伤害到其他的在野党立委的 好 全国律师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声明 谴责蓝白强推国会改革式破会民主的宪政 但是呢 这个全国律师公会的理事长是前立委游美女 在马政府时代 其实他自己两度提案说要增加国会的听证调查权 过去的民进党自己也赞成要国会改革啊 怎么现在变成是不惜肉搏战也要挡下来呢 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啊 这个非常严重的立法院的一个肢体冲突 就如同我一开始所预估的 民进党会怎么样去处理他在国会的少数 那因为人数其实是相当的 所以呢 差一两个人而已嘛 人数不相当都要打了 人数相当更要打了 那站下去之后 才能够知道说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那你表决下去一定输啊 对不对 如果他今天乖乖地表决 表决下去一定输啊 所以他是非大战不可的啦 那么礼拜五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失误的 这个失误呢 我坦白讲 就是韩国瑜院长不应该重启朝野协商 因为你基本上是在进行表决的程序之前 进行朝野协商 那你朝野协商已经结束了 在现场议场混乱的时候 在议场边那是对于议场混乱的程序 如何处理的协商 而不是针对已经要表决的法案 再来进行协商 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你之前已经完成的程序了 那你这样就是变成鬼打墙 没完没了 所以才会有傅坤其总召 被拉去协商的时候 他其实当着韩国瑜院长的面 表达了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 他是不能接受的 那以后只要大家打架 就重新来协商 那不是没完没了吗 那民进党会因为这样 就开始跟你好好讲 就跟你讲理 不可能啦 他就是要竭尽一切所能 来杯葛你这个程序 不让你表决通过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 经过了这么多届的立法院 不应该再有任何小白兔式的期待 我坦白讲 所以韩国瑜院长 不要犯当年马英九的错误 觉得说我要当全民院长 民进党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明天你看 礼拜五当天 打人的发挤人 打人的老人来 我立法院里面打得过打不过 我外面我还叫学生来 我说实在这群学生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摆明了当打手嘛 看到了零九万 对不对 所以当打手就可以不需要靠自己努力 我没有零九万 我有零四万也不错 对不对 所以就甘愿当执政党的一个打手 扭曲是非 而且还撂下话来 明天 场内场外都要跟你大战 场内就一场内 场外就是立法院外面 所以明天是绝对必须要表决通过的 否则的话 你就被人家摸底了 你就被人家看破手脚了嘛 否则的话 我讲一句比较直接的话 你就等于打架打输了 那如果你国会的多数 虽然是脆弱多数 你打架还是打输了 你在立法院没有办法完成表决的话 那未来 你这个多数就是假的 民进党就知道了嘛 我只要比你凶 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就说了 当民进党在国会是多数的时候 他就是要数人头 当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的时候 他就跟你打破头 遇到这样一个 完全不跟你讲道理 完全不跟你讲民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 他简直就是黑帮势力 所以明天 国民党要能够贯彻这个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说实在的 要通过的这些法案里面 除了跟就是花东有关的这个建设案之外 它都是象征意义比较大的 为什么我说象征意义比较大 你说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 未来谁都有可能会是国会多数啊 并不是说今天国民党是国会多数 而且还是个脆弱的多数 还没有过半呢 所以未来永远国民党都会多数 然后在上面直询的 来直询的官员永远都是民进党 不会的 以后都是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是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 你今天就算有藐视国会最好了 好 顶多就是这些国会议员来 这边不跟你讲X话 不跟你嘴X 不跟你打嘴X而已嘛 这并不代表你今天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会照做啊 这是两回事 所以在表面上好像比较尊重国会 你要看资料 好 我让你看嘛 看完资料又怎么样呢 执政是我在执政嘛 我不跟你吵架 我不骂你 我不反咨询 那就代表什么呢 所以在野党就觉得说 我现在比较有尊严了 如此而已 一个国会比较像一个国会而已 但实质上 你并没有因为是国会多数 就刚刚林玉方委员讲到的重点嘛 你国会多数照理讲 应该是国会多数组阁才对啊 民进党有帮你当一回事吗 民进党就帮你当空气嘛 他在整个组阁的过程当中 就是赖清德一个人说了算啊 那如果你这个多数还在立法院打仗还打输了 你要表决东西都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那他就把你当韭菜割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今天要通过的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 好 你并不是说从此 譬如说国民党的党产 就要通通还给国民党 不是耶 这是一个国会改革耶 是一个中性的 而且就我刚刚说的 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耶 所以实质是什么 实质就是告诉你 未来国会多数是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为了国会改革 立法院爆发了激烈的攻防 场外出现了大批的青年来抗议 要求停止表决 还要实质审查 那么当天立委甚至还跑去领唱岛屿天光 事后柯建民就喊话说 希望明天韩国瑜能够来协商 否则的话就会变成是国家的危机 大有暗示要复刻太阳花 攻占立法院的意味 好 先不说国会改革 其实已经办过工厅会 而且党团也协商过 相关条例网络上都查得到 根本没有所谓黑箱的问题 那么有网友就发现 说当天带头跑去包围立法院的人 其中有一个 其实他叫做黑岛青的成员 他曾经到慈湖去泼漆 一度还被绿营视为是政治的新秀 不料2018年他被踢爆 每个月花16K 像他在太阳花认识的一个药头 来买大麻 他才一度的沉浅下来 结果现在看到在绿营 立法院又要表决赢不了的时候 这些人又跑出来 所谓的绝情又出现了 那么就像我们的医师 沈正南所执意的 他说只要不顺民进党的意义的时候 就要从事顾忌来包围国会 来逼迫立委就范吗 民主是尊重少数 怎么变成是变成服从少数了吗 那十年过去了 现在还在太阳花 难道台湾过去 这台湾的民主过去十年 全都在空转吗 郁方元怎么看 这整件事 是当然是很难看 我讲实话 有人在抢秘书长的公文 然后往外逃 你是小偷还是抢盗 那种做法 又像小偷又像抢盗 有国会议员干得这么难看的吗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其实柯建平 前一天他都已经讲了 他意思说除了你国民党让步 否则立法院会爆发史上最大的冲突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煽动之嫌 这跟赖清德讲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反手围攻 是不是一样有煽动之嫌 真的啊 那这个 而且你去看国民党的动作 看起来比较强制 其实手势 他们是为什么要围住那个主席台 就是希望这个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因为民进党按照以前的做法 他把主席台连卖空都可能被拔掉 然后后面粘胶粘住 椅子整个卡住 让议长没有办法从 院长从里面 从后面进来的 所以国民党的那个态势看很强制 其实就是手势的做法 我围住他 我要保护这个主席 让会议可以宣布开位 让意识能够顺畅这样 民进党的做法 他好像是说 他是被动 可是你看他的作为 他跑到 站到主席台上 请问你 这么多国外也有议会抗争的 我们也看过很多 对不对 有没有人敢站在主席台上面 这样跑步过去的 你把主席台当什么 立法院的院长 是代表立法院 立法院是代表全国的民意 结果那个这么神圣的 院长的主持会议的桌子 你民进党爬上去 还在上面用跑的 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人家当然要把你推下去 请问你 他大家 你希望国民党立委 大家都向后退 然后让你在上面像小丑一样 一路跑到 跑过去 再跑过来 让你这样 这叫践踏立法院 践踏立法院的尊严 践踏民主政治 你希望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 今天如果换成你民进党 你也想把他推下去啊 然后我告诉你 你敢上去 你就要知道自己 要怎么安全的下来 你民进党立委敢在底下 触勇他们爬上去 你就应该把他接住 对不对 这叫有攻有守嘛 你要有一整套的战略 要把它贯彻嘛 你只有攻你没有守 你只有爬 你没有怎么仿摔 你也没有做好 这要怪谁啊 对不对 你要犯这个案 你没有想到后果是什么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 另外你看 有一位立委 他的做法 屏东悬出来那位宝贝立委 你在看什么 你有看过这么难看的景象吗 你抱住人家 女孩子的脚做什么 一只手放在人家臀部 你在做什么 这是密兔的 最难看的一桩就是这样子 这真的是密兔啊 所以我觉得 陈委员去告他 伤害加性骚 这百出应该这样告啊 有别的理由 有别的东西可以告吗 就告这个就是对了 你要知道人家站在那里 你冲过去这样包人家 人家会仰头一摔 那会摔死 那真的才会真正脑震荡会死 第二个 他是个女孩子 你男的这样一 恶狼扑痒的姿态 去冲去包住人家的腿 然后再手摸住人家屁股 这个 这个证据太明显了啦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真的不要太信 国民党会推到台湾来 自己要好好检讨啦 民国三十四年 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 他这个叛乱者 制造国家的这么大的叛乱 你为什么不抓起来审判 对不对 你没有 所以毛泽东回到原来 就讲了一句话 蒋介石就是富人之人 所以最后就这样 所以国民党 你不要富人之人啦 不要再这样子啦 民进党是不会对你客气的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慢慢按个赞 赖金德今天就职新总统 传出国防部下令三军提升战备 所有的空军飞行员 通通召回待命 以应紧张的台海情势 赖金德说要强化国防 发挥威慈的力量 那么最近拜登政府 也比照援助乌克兰模式 来军援台湾 问题是这几年来 访台的美国政治人物 不是嫌我们买的武器不够 就是要求我们要延长疫情 全民皆兵等等 还有人说台湾人要拿AK47 好了 2020 台湾是美国最大的军购客户 可是我们3422亿的军购 等于是全台每个人 负担了1.4万的军费 可是这八年来买的武器 有没有一项准时交货 应该是没有 所以美国拼命的卖武器给台湾 还当起台湾国防政策的上级指导 过去冯士宽就说 他突然接到美国的援助的话 一定要付出不可预期的代价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廖博士 到底冯士宽讲的这个 叫做代价是什么呢 我们建军现在全都听美国的 真的有助于降低 两岸的敌意螺选吗 赖清德总统在今天以前 他是民进党主席 是中华民国的备位元首 今天开始呢 他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但不要忘记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就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总司令 三军统帅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责任 从今天开始就在他的肩头上 在今天之前 他可以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 我不负直接的责任 这话也没有错 因为西方讲统帅权 这个统帅权军事统帅权 就在国家元首 在三军总司令的身上 其他人不能管 不能参与 不能代理 所以即使过去在疫情期间 蔡英文说感冒了 有上呼吸道症状 或者染疫了 确诊了 赖清德也不可能去代理总统 去巡视三军 去扮演任何的角色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在今天之前 他要去对三军做任何指示 去巡视部队 去要做出什么政策宣示 他可以说还没有上任 还没有上路 但是今天以后 他的思想 他说的话 他的理念 就真的会变成我们国家的国防理念 跟国军的重要指示 所以这一点他千万不要轻忽 所以刚刚您提到的 那个敌意螺旋是上升还是下降 可能那个钥匙就在他的手里 我们现在这样看 亚太地区 编最大国防预算 军费使用最多的国家 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成长幅度最高的是日本 日本2024年的总 total的国防经费 是相当于1.7兆台币 是台湾的三倍 我们努力了半天 冲高了半天 几乎要冲破6000亿了 从2851到3000亿到4000亿 现在已经逼近6000亿台币的大关了 那我们是要让这个敌意螺旋 无量的上升吗 还是要搞军备竞赛呢 还是要去穷兵赌武呢 其实不可能 穷台湾举国之力不可能 所以我倒建议赖政府 要想清楚这一点 因为从军事政治学来看 从军事社会学来看 军人是最应该保持中立 可是相对的 社会跟政府 一定会对他抱有一些期待 甚至政府会希望 国军扮演若干的角色 那这个跟总统在就任的期间 三军要加强戒备 这个就有直接的关系了 因为我们要问 战备状况真的提升到 那个程度了吗 国军真的有配合做这个人员 跟部队的召回的演练吗 还是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 宣誓的目的呢 我想这个包括这一点 这个政府应该要从今天开始 就要说明清楚 而且我必须提醒一点 赖总统就任了以后 明年114年 我们就要出版新版的国防报告书 而且依照国防法的规定 在他就任10个月以后 也是明年依法要出版四年期的国防总检讨 当然现在在野党提出了 不同的这个法案的草案 未来还不知道 但是依照现在来看就是如此 所以这是很好说明的机会 赖清德总统应该要对国内 对两岸甚至对国际要说明 他所讲的这个和平的坚持 坚持的是什么 如何填充这个内容 因为如果我们必须要照 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瑞恩所讲 每个人都要拿一把AK-47步枪 还是每个人都要学习巷战 城镇战 甚至是流血写性的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